中正区文盛里的里长参选人洪友伦 剩下的时间6个礼拜 我希望邀请我们选区15个议员参选人 总共争取8个席位的15位参选人 能够临番的到我们里里面 来做里民有约、议员接照 希望以针对中间选民的问证态度 来跟我们的里民论述 因为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其实关键的中间选民 他也是还没有决定要投给特定的候选人 也因为如此我们希望能够在选前 就能够培养议员候选人 注意中间选民的思考 以至于在选后能够为中间选民 争取最大的一个福利 根据过去里长的当选党籍身份 除了国民党在台北市高居48%以外 接下来就是五党籍的里长当选人 能够高达42% 以至于在其他的五都台北以外的直辖市 都能够高达60%以上是五党籍的里长候选人 可见在基层的地方选举 五党籍的里长候选人是特别得到青睐 这个也反映到里民其实希望在基层地方选举 能够不分难病 多谈民生的问题 多谈生活的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也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 不只是在选前 乃至于在选举之后 所有的民生问题 以至于市政的一些问题 可以多多倾听 选民的一个想法 而不仅是跟随政党的意志 这个是我这次参选里长之外 希望推动里长超党联盟的一个心愿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公民的一个论坛 能够提升一个公民的一个素养 也促进我们在日后摆脱政党恶斗 黑衣经绑架政治人物的一种政治生态 请各位多多支持 多多指教 谢谢 请你讲一下电子报告来 好吧 在这次的这个参选 我出了发行这个社区的公布栏 把社区的一些活动 特别是跟健康环保 以至于服务互助的活动 在布告栏里面刊出 让我们随时知道社区里面发生的大小事 除此之外 针对盟友或者是老林人 他在这个阅读上面有障碍的对象 我们特别开辟了一个社区电台 用两分钟的简短播音 让社区的老人或者盲友 可以透过式化电话来听取社区最新的活动消息 我想这样的服务是一个创新 也是有必要 让我们的里面在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 在获得资讯上能够没有落差 请多多指教 谢谢